宇宙文明有很多主类,有碳基文明,也可能有微基文明,机械文明,电磁波文明,引力波文明,高维度文明,暗物质文明等等。 地球文明是碳基文明,也是低等级文明。 在任何一个世界,都存在不同层次级别的生命,而由于生命层次级别的不同,在社会上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。 如果地球文明可以持续生存上一年,也会进化成神机文明。 第一阶段,高级的碳基文明,有能力使用多种物质,进行和核聚变反应,可以进行遥游太阳系,在八大行星进行开发。 在金星、火星、木星几位星一年,拥有达到10%光速的探索行航天气,进行光年距离的星际探索能力。 第二阶段,像机械的明镜化,生化基因技术,机械仿生技术,量子计算技术,使得人体器官逐步被备更健康。 各强大的人造器官替代,各强大的身体也可适应宇宙间更严苛的环境。 人类可以使用反物质能量,可实现无功之推进的趋力航行。 人类可以探索也可细一半的趋力。 第三阶段,人类自主意识可以为奔合一职。 人类完全进化到机械文明时代。 人类可以实现光速旅行。 足迹遍布银河系,太阳系只是一个有纪念意义的旅游点。 几乎每个人在行走中,都可以有效进行信息的交流。 他们在各自身体的某个部分,可以进行着信息的接收。 这种接收是高效的,是不太需要有人和人的普通话交集的。 第四阶段,地球文明完全进化中太阴和系文明,并向外精细探索。 由于是高级的文明,很多相对低级的文明都会慕名而来。 所以必然是各色智慧物种集合。 在各个地方都是如此,高高矮矮,胖胖瘦瘦,各不相同。 第五阶段,您和文明可以制造和利用虫洞,穿梭与建立空间和和时间。 Dolamo是很多人童年的记忆。 同样,他们有自侧人口白的工具,不仅可以在他们星球随意穿梭,还可以在平行宇宙中来去。 第六阶段,意识和文明不依赖于任何大脑,以及人造设备存在,可以存在于星际物质、星际能量。 按物质中,整个宇宙成为文明的载体,人类文明成为一个巨人的思维意识。 而宇宙就是这个思维意识的大脑和身体,也许每个人就是一个宇宙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